住在弥陀村的长辈们 受到如父母般的校养和奉事 落实佛法的孝道精神 弥陀村是一处心灵交流镇 长者们与同修分享生命体验 犹如亲人相聚 又有善友念佛共修 同任求生净土 弥陀村设置有共修法堂 心灵补导室 安宁疗房 助念室解功德堂 妥善照顾长者们生命中的最后阶段 当他们到了明命中时 会得到有殊胜又圆满的助念 为其往生活活丧行 这就是生命终极的关怀 弥陀是最大的一个五个宗旨 就是别人想要做的 我不想做 我们这里没有福田香 也没有功德香 最重要一点就是 现在的社会 大家生活这么紧凑呢 经济来源不容易 所以我们没有在外面 组织什么社团的这个会会 也没有平复贵贱贱的这个胸花 来当功德主 我们这里的功德主都是 他家有人刚往生 还未满期 还有身体有比较不舒服的重病 初一十五三十七年都请他出来当栽主 那身为加沙下的弟子 我也不想去外面赶精餐 就是将此生奉尘叉 供养陪伴这些有缘的老人 住在弥陀村的长者们 受到如父母般的孝养和奉侍 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 若是佛陀孝养父母的教诲 弥陀村完善的宗教教育 帮助长者们开显人人本有的佛性 明了因果融合的道理 宇宙人生的真相 最后倒回极乐 法界新闻记者 赖英荣 苗栗采访报道